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争第948点,俄军损失突破65万大关 网上有人称大俄可能会炸核电站,可能吗? 俄军在皮石茬内损失惨重 乌军在骨料厂俘虏了数十个俄兵 盟友国原乌步伐明显加快 德国称德军将遏制大俄未来的扩张 扩尔斯克前线的战斗十分的激烈 俄军原打算在10月1日前将乌军赶出俄罗斯 现在看这一目标完不成了 虽然各有攻防,而且很激烈 但目前双方在库尔斯克的防线没有多少变化 基本处于胶着状态 过去一天里,双方以无人机对轰为主 同时,乌军向维赛诺耶南侧俄军阵地发起了进攻 俄军向刘比莫夫卡和波克洛夫斯基反攻 乌军又在刘比莫夫卡附近又组织了西轮的进攻 俄军又在苏甲周边投掷了不少的航空炸弹 进行轰炸,突变爆认为 俄军在库尔斯克的反攻将以失败告出 俄军坦克部队一直拖延到9月17日 才从克里尼沃向南退进 根本不会完成客攻给出的反攻计划 同时,俄军也根本没打算后撤 相反,还在向库尔斯克前线投入更多的部队和资源 还打算从侧翼包围反攻的俄军 目前已迫使俄军在多个方向上转入了防御 俄军继续向波克洛夫斯克和库拉霍卧发动进攻 收效甚微,损失不小 俄军第92旅昨天表示 此前一天,俄军对库尔斯克前线的皮石茶内发动了机械化进攻 又被乌军挫败了 乌军第九旅阿卡留斯营营长费多联科成 俄军试图以50台装备对皮石茶内发动进攻 乌军击退俄军进攻 摧毁和损坏了俄军40台装备 其中14台装备被摧毁 包括5辆步兵战车,3辆坦克,1辆装甲运兵车 1辆多用途履带式装甲车 2辆乌拉尔卡车,1辆货车和1辆四轮摩托车 同时损坏的26台装备为10辆坦克 10辆步兵战车,2辆抢修车 3辆多用途履带式装甲车和1辆乌拉尔卡车 人员损失情况,乌军没有披露 乌军在攻取哈尔科夫沃夫昌斯克骨料场时 俘虏了数十名俄军士兵,乌克兰国防情报昨天 公布了部分俘虏的照片 在乌拉尔前线,俄军又在实施焦土战术 持续发射燃烧弹,无差别摧毁该地 该地乌军处于不利局面 不过乌军以72缕否认已从这里撤退了 称战斗还在继续 过去两年多时间,俄军连续对乌拉尔发动大规模进攻 损失数千名士兵和一千多辆装备 乌方今天发布的战报说乌军新兼敌1470人 同时摧毁俄军坦克14辆,装甲车42辆 火炮55门,火箭炮4组,无人机62架,巡航导弹2枚 特殊设备99套,截至9月28日早间 俄军共计损失65万0640人 正式突破65万大关 英国国防部透露,在过去四个月里 俄军遭受了这场战争爆发以来 最严重的日伤亡 根据英国军方的估计 俄军在5月平均每天损失1262人 6月日损失为1163人 7月日损失为1140人 8月日损失为1187人 9月预计也会超过1000人 而在开战初期的2022年 俄军平均每天损失仅约236人至537人 到了2023年开始逐步上升 为701人至967人 俄军人员损失成阶梯状上升的主要原因 很可能与装备消耗过大 导致其火力不足有关 相关机构仅依据网上能看到的图片和视频等 可视信息统计后 得出的结论显示 俄军的装备损失是乌军的三倍多 随着俄罗斯境内至少四个大型救火库 也被乌军自杀式无人机摧毁 预计前线俄军火力强度很快还会下降 通过这一现实可以判断 俄军未来的维持进攻能力将会逐步削弱 而人员损失数字还会大幅上升 同时进一步加剧俄军战争能力下降的趋势 而且这种趋势已经形成了 由于战争能力的削弱 大俄越来越多的拿和威慑说声 实际上就是吓唬人 在俄总统主持召开安全会议两天后 克工发言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公开宣称 俄罗斯保留在遭到侵略时 包括在敌人使用常规武器 对俄罗斯主权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不过他又话锋一转称 但目前并未接近临界点 也没有对俄罗斯国家主权构成威胁 他应该不会忘记了 目前乌军一两万人正在库尔斯科 已经攻占了一千多平凡公里的俄罗斯土地 这难道不算主权构成威胁 所以俄系说的话 无法用逻辑思维去理解 因为他从来就不在乎事实与逻辑 不过这也证明 佩斯科夫的话故意吓唬人的可能性更大 战争研究所认为 俄罗斯总统的核威慑举动 目的是阻止西方国家继续拘员乌克兰 尤其是阻止西方 允许乌克兰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战略威慑手段 实际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很小 不管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其他地区 有人分析称 相比大俄的核威慑 乌克兰及其支持者尤其是周边国家 倒是更担心俄罗斯军队可能会攻击乌克兰核电站 近期俄罗斯军队在空袭乌克兰时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有意的靠近乌克兰的核电站 甚至在危险高度直接穿越乌克兰核电站上空 严重违背了相关安全原则 乌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称 俄军可能在今年秋天 积极乌克兰核电站 他说 俄罗斯已经违法了大量国际规范和规则 而且不会自行停止 只有世界才能迫使其停止 他称 俄罗斯已经利用外国卫星 拍摄了乌克兰核电站的相关图片 今年秋天俄罗斯的行动更加冷酷无情 他们准备将我们的三座核电站作为攻击目标 我们掌握了相关信息和证据 如果俄罗斯真的准备走到这一步了 那就意味着人们遵从的价值观在莫斯科眼中 毫无意义 他还说 如果俄罗斯在我们的一座核电站引发核灾难 辐射是不分国界的 不幸的是 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感受到一致的毁灭性的后果 乌克兰外长西比加也说 乌克兰特型部门已将相关信息传递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也通报了该情况 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在欧洲夺取核电站 并以此要挟世界的国家 乌克兰和平方案中 有一项关于确保核辐射和核安全的条款 我们呼吁所有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国际组织和国家 防止恐怖主义国家进行其计划 最近的一个信息也佐证了这一点 俄军在8月26日发动大规模轰炸中 以迫使乌克兰核电站将四个发电机组关闭 而在过去一个月里有超过100枚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 在乌克兰的核电站附近飞行 对此 波兰总统杜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 如果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核电站 波兰必将立即干预 他还称 罗夫诺或赫梅利尼茨基核电站可能遭到袭击 乌克兰总计只有四座核电站 其中WR核电站已被俄军占领 而乌克兰境内的水电站和热电站 大多已被俄军摧毁 不排除一个可能 大俄为了在今年冬天给乌克兰彻底断电 俄军可能会攻击乌克兰剩下的三座核电站 并导致核事故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不过这种可能性也不太大 如果乌克兰的核设施遭到攻击 并引发核事故 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 国际社会不会袖手旁观 群起围楼大俄的一幕将成为现实 德国国防部长提斯托里斯昨天表示 德国武装部队已准备好 成为遏制俄罗斯在欧洲扩张的中流砥柱 他说 对于俄罗斯来说 乌克兰问题只是一个开始 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后 欧洲按下了暂停键 如今一切都在继续 他表示 德国计划在2027年前 在立陶宛部署一支全装备旅 部队的部署工作 今年就将开始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 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预计西方国家将在初冬前 批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武器打击 他说 预计未来几周将采取非常强有力的立场 向乌克兰提供其所需的一切 包括解除远程武器限制 同时英方称向乌方交付16门AS90自行火炮 十门已经交付完毕 很快将交付剩余的6门 此前 美国总统拜登刚宣布了一项 79亿美元的对乌克兰国防援助计划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天确认 将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 根据总统武器库存削减授权拨款55.5亿美元 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装备 据悉 这55.5亿美元的援助将从美国国防部库存中直接提取 时间会很快 另外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提供的24亿美元 交付周期可能为数月或者数年 布林肯解释了美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援助的理由 他说 乌克兰不仅在保卫自己的国家 还在维护全球和平的核心原则 如果对侵略行为不加制止 其他国家也可能效仿 全球稳定将面临威胁 布林肯说美国并非单独行动 有50个国家在支持布林肯 而且美国大部分援助资金 用于在美国国内生产武器 白宫透露拜登还将于10月12日在德国 主持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领导人级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 是指在审查此前磋商的进展 并与国际伙伴协调 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 拜登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其胜利所需的支持 这一会议安排是在乌克兰总统 德连斯基与拜登在白宫统员型办公室 举行会晤之后确定 这进一步表明美方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态度坚定 德连斯基表示他向拜登提出了乌克兰在对俄战争中的胜利计划 他说我们讨论了加强该计划的细节 协调了我们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指示我们的团队就下一步行动进行磋商 美方公开的新闻稿显示 10月12日 美乌两国总统将在德国举行另一场会议 届时将以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领导人级的形式 讨论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 泽连斯基对美国的访问 让一向支持俄罗斯的特朗普很闹心 此前泽连斯基一直对特朗普吹牛24小时 结束俄欧战争的说法表示怀疑 而且多次公开质疑他 为此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和乌克兰进行了侮辱性的攻击 泽连斯基访美前表示希望与特朗普会面 当面交流有关问题 特朗普不置可否之后 特朗普对记者表示可能会安排会见 泽连斯基到美国后 特朗普竞选团队却表示不会见面 泽连斯基又心平气和的给特朗普写了一封信 邀约会面 特朗普居然把这个信也公布了出来 在泽连斯基与拜登哈里斯见面 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后 特朗普又宣布9月27日见面 特朗普改变态度只是为了争取选票 有很多美国人支持援助乌克兰抗击俄军 他想争取一部分人 几经波折 泽连斯基终于与特朗普进行了会面 之后又接受了特朗普喜欢的媒体 福克斯新闻的采访 采访中特朗普宣称 普京也要和平 任何乌克兰和平协议 都要对俄罗斯公平 泽连斯基立即打断了他的话 说实现公正的和平非常重要 但是起码要承认 是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领土 屠杀了无数乌克兰人 乌克兰需要胜利的结果 时至今日特朗普还在一心 袒护大俄 处处为侵略者着想 各位看官明白 他是个什么人了吗 而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 可与特朗普完全不一样 哈里斯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简报会上 靠重申美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 哈里斯说俄罗斯的行为绝不能不受惩罚 如果不加以制止 俄罗斯不会止步于乌克兰 哈里斯承诺将近一切努力 确保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 他还不点名批评特朗普 某些和谈建议 强调这些建议的目的 就是让乌克兰投降 这是危险且不可接受的 这种建议是最適的 这是项目的 好